在凡夫层面上,有病还是要到医院看。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有重病不吃药,不看医生,仅专注在阿弥陀佛佛号就能治病,是不是很神奇? 那各个世界不需要医生了。 因为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是个大医王,医生还要求阿弥陀佛呢,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佛教徒怎么办呢? 大安法师答,我们并不提倡有重病不吃药不看病,我们在凡夫层面有病还要到医院去看。 一边正常的医疗吃药,一边念佛。 这两方面双管齐下,有时候强调阿弥陀佛是大医王,纳摩阿弥陀佛六字鸿名是阿加陀药,它是能治病,但是这药你治成心,完全相信,这个名号在你身上才能起作用。 你老是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治病吗? 大概不可能啊,什么什么的,这时候还真的在你身上产生不了作用。 那你这时候还要赶紧去吃药,药们一命呜呼了。 它是这样的关系。 现在问题是我们的治成心不够,我们信心不够,我们恳切感通的力量太弱,所以阿加陀药的药效在我们身上很难体现出来,是这个问题。 站在阿弥陀佛佛的果决上,它能治一切病是绝对无疑的,但我们一接纳就不行了,就好像那个白道,阿弥陀佛跟我们白道是很宽很大的,然后我们一接,成了四到五寸那么狭小,而且还在水火胶尖当中。 所以问题在我们这边,跟阿弥陀佛,阿弥陀佛确实是很神奇的。 没有问题的,问题是你自己不神奇。 有治成心就神奇了,没有治成心就不神奇了,是这样的关系。 所以这里就不存在什么不是佛教徒怎么办的问题,是佛教徒治成心不够,你照样是去看病吃药,不是佛教徒更应该看病吃药。